大家都说我有你 我就不信了 我吗 汪东城先生做话的 曾经是飞伦海的议员 据说还跟无尊争过一哥 今天汪东城来了 一哥是谁 是不是也就一目了然了 无尊我们还是请不起嘛 我们团之前来过两个人 他们都证明过自己唱歌不会跑掉 每当我的目光 锁定你的目光 修出我的花样 我又活的羊 每当我的目光 锁定你的目光 修出我的花样 我又活的羊 我知道今天我也跑不掉 但我首先得说一句 他们没跑掉 是因为没有唱到最高音的那一句 跟别人一样 实在太不像样 青春就要不一样 就是这一句 所以下一次无尊来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就唱这一句 我当年 也是飞伦海志峰的队长啊 我太清楚了啊 一个团要长久 当队长就要跟你的队员 相处得非常融洽 队员之间感情要好 温度才能凝聚 因为最好让你的队员 爱上你 我就是做不到啦 所以 所以咱们团就解散了 你看 无尊爱的还是他老婆 来吐槽大会真的是太紧张了 因为我不太会怼人 你知道 我只会怼地板 大家都说我有你 我就不信了 我游吗 有 地板是我的舒适区啊 你要是把我安在地板上 然后我就会偏偏欺欺欺 这是什么表演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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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解释一下 说起那一段舞蹈 我告诉你啊 在咱们那个年代是帅大了 结果大家都说我油腻 他都说我油腻 男女老少都被我油到 我真是上油老 下油小 我今天看到男的做这么疯狂 你 背贬你 都 我